另外花蓮县植武县慈善文教基金会 也在21号举办了包仲宋若氏的关怀活动 一大清早就号召了50多位的志工妈妈 一同来到基金会动手包肉仲 并且分送给若氏的民众 希望能够把各级的善心传达出去 也让若氏家庭感受到过节的欢喜和温馨 志工拿起饭池 将调味过的糯米饭分装在铁盆里头 再送往前线 逐步完成一颗颗爱心肉粽 这是21号一早 在植武县文教慈善基金会所办理的包仲宋若氏活动 50多位志工齐聚一堂 卷起袖子站在生产线 熟练的包着肉粽 他们今天的目标是要超过一万颗 我们八点就来了八点 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不会啊很欢喜啊很高兴啊 因为这是做爱心公益重 所以大家都很欢喜 从早上八点开始 植武妈妈就来到植武县文教慈善基金会前面 搭起帐篷 大家分工合作开始包肉粽 这么费尽苦心 就是希望可以将这些端午肉粽 分送给市区的弱势家庭 这个活动是从十几年前 十一年前 十一年前 我们97年的收出窗会到现在 就一直没有停止的 发放给社区的所有的低售入户 跟竞品家庭 那这个活动都是透过 施工所给我们的户数 那我们交由里干事 或者是里长帮忙发送提货券 那提货券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十点九点多 就会入役续续的人来领 最主要是我们植武县的会员 他们都有一股很热忱的心来帮忙 让我们今天的那个包肉粽的活动 能够很顺利 这一次就是特别说 在这些植武县的会员 大家回来再帮忙 做包这个粽子给那个低收入 50多位志工妈妈分工合作 不为炎热天气 坚守在生产线上 逐步完成一颗颗精美肉粽 植武县基金会表示 今年要准备一千一百份 将近一万颗的粽子 要送给花莲地区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也能快乐过端午 记者 许丽清 花莲市报导